这部分大家来看一下 每一次上课一样会把相关的东西 录影的部分会放在所有的教学论坛 如果说你之后 第一次我会直接寄给各位 如果你email信箱没有留错的话 应该会收到 如果之后还想收到上课的录影的话 请各位自行加入 加入的方式很简单 第一个你可能需要一个Google账登录 第二个的话点选申请成员资格 第三个记得告诉我你的学号加姓名 如果你如果没有学号 不知道学号的话 至少你让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 因为我可能要比对一下 因为这个论坛是不开放的 也就是只有上课的学员 可以进到论坛 每一次上课 我会把上课的相关资料贴到论坛 它将来会自动转信到各位的信箱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到这个论坛 打开上第一次上课 里面就讲哪一些 大家基本介绍一下 然后LEN加密的函数 然后REPT加LEN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函数叫TEST函数 然后利用TEST函数配合做出 再利用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甚至做成枢纽分析图 其实做报表就很快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所谓的枢纽分析之前 你可能一定要先产生对应的那个栏 比如说你要分析几年次 然后没有那个栏位 只有生日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借由生日的部分资料 产生你要的那个栏位 你有那个栏位 你才有办法产生后面的 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就报表 还有枢纽分析图 OK 然后现在慢慢比较热门的 就是所谓的枢纽分析图 衍生出来就是所谓的视觉化 有没有 就是像那个仪标版这样子 那现在有个蛮热门的软体 叫POW BI OK 11号的基础 其实背后 基本上很多 感觉上有点像结合好几个软体 它有点像什么 把e-sale结合 结合assys 背后也可以做资料库 然后呢 再把它弄跳到一点 有点像powerpoint 有没有 里面全部都有这些东西 不过 我是觉得它有部分功能的感觉 不是那么完备 因为它里面没有VVA 也就是它里面没办法写程式 那也就象征 它里面有些功能 如果有提供你就做得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提供 那很抱歉你可能就会有问题 会也是这样会卡住了 那e-sale里面函数 有些功能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还好有VVA 我们可以藉由VVA 去把它本来没有提供给你的这些功能自己写出来 是都办得到的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又进一步讲到有关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我上礼拜讲 其实也是有帮你写VVA层次 但是写出来的层次基本上是 比较不是写的那么的完备 有点像写给电脑看的 里面有些语法我觉得不太合用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做一些修改 也并不是说都不能做修改 所以一般是如果有些程式 假如你不会写那你可以用录制的 然后把录制到的那个部分的程式 放到你会写的VVA程式里面 可以互相的搭配使用 这样也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 那最后当然呢我们做一些程式的注解 那比如说你每一行每个动作 做出来到底它那个程式看起来 当然你会看不懂 不过呢你可以在上方做个注解 那注解的话就单以号开头了 绿色的字就是注解 那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产生按钮 按钮的话当然你可以像那个 比较自私化像这个 按下去自动出来 按下去自动清除 这个就是利用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的这个东西 按钮做出来 或者是另外比较属于是 可爱的版本 在笑脸按下去 也这样可以执行 按下去一样可以做清楚 OK 那这个功能的话我们是利用什么 插入里面用图案就可以了 一堆图都可以拿来当成按钮 那各位大家也可以观察 这程式呢 写出来的东西它到底为什么可以很快值起 因为它实际上 就是帮你再把公式丢过来 然后呢自动再帮你把它填满 也就把你刚刚做的动作记录下来 重复一次而已 OK 所以刚刚可以达到如果你重复做的这个目的呢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完成 那相关做的部分其实我都有把它放在下方这个完整的教学影片里面 所以如果你回去想要再复习 或者你刚刚讲的东西好像还是听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那或许你可以回去把它点开来 反正手机上其实也可以看 你可以拿耳机带一下 反正你随时 就是也许你等车啊 无聊啊 或者是中间有空档时间 那你就把可能比较不熟的像Test函数 这怎么做 对吧 或者是Test怎么再搭配枢纽分析表 如何录制聚集等等 因为这些东西说真的 将来除了你要会之外还要熟练 而且熟练之外还要不能做错 不然的话后面很多东西会做 会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发生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不是说你好像懂了 不是好像懂那其实是根本不懂的 这很多同学学了之后发现 老师你教完我还是不会用的 对因为你跟不熟啊 对你不熟的话你当然就不会用啊 你要熟练 那熟练到什么地步呢 恐怕还要一个阶段 那这种东西啦 没别的觉得 什么叫技能啊 技能就是 有没有那个工匠 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已经练习超过一万次了吧 每天都弄 他闭着眼睛都会用 这样你们现在还没办法这样 不过慢慢累积 久了你就会了 以后闭着眼睛就会写 因为你想要写什么 啪啪啪功能 一下马上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就象征说这个工作 就到这边维持了 以后就一劳永逸了 OK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工作就是很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OK那你就效率非常提高了 不过当然是需要一些的努力啦 那这边有一些影片 另外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也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文字与资料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解答档 你就可以稍微把之前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刚刚就是这里了 从第一页 旁边有页数嘛 你可以往下卷动 一直到 大概录制聚集到这边吧 到这个 筑节就这个吧 单引号 然后到 20 到13 14页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了 什么呢 自己来写了 所以等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 难度又会向上提升 在第14页的地方 所以你让各位预告一下 后面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你前面如果没有相对的准备 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度 不过我觉得还好 反正至少会把它录影下来 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听不懂 没关系 反正多听几遍吧 像之前有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你第一次听 我好像真的听得一头雾水 第二次听 好像慢慢越来越通了 再听一次 好像有一点毛色顿开的感觉 然后多听个几遍 越写越越顺手 原来他好像听了几遍 老师我终于听懂你的预示 OK 所以 为什么要把它录影下来 我觉得YouTube还蛮好的 因为YouTube真的帮助很多人 可以再一次的学习机会 不然说像这种程式的东西 如果上课讲一遍 回去自己练习 天哪 像有时候我们去参加研习 老师上课讲完之后 他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些东西 我怎么会 我们自己都不一定会了 更何况是底下的学生 完全没底子 至少我们是有底子的 听我还可以 但是其实很吃力啊 所以我可以用同理心设身处地 另外很多同学来上课也蛮不容易的 因为白天上班嘛 晚上还要来上课 还要上这么难的东西 所以有些同学上一上就有点精神不激 也不没关系啦 反正如果想睡就可以睡一下 我有录影下来 你回家看过了 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放松心情啦 至少你能听多少听多少 OK 那回去的话 再找时间吧 OK 补一下课也没关系 压力不要太大 学这种东西 不太可能说 你一次就可以听懂了 除非你的属于天才型的 才有办法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再看一下第14页的部分 直接用什么 用VBA直接输出哦 那输出的话 这边最后就有点像 我刚刚做这个动作 我并不是用那个录制剧集 而是要自己写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上个礼拜的 这个部分再把它打开 不过你们等一下打开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提示 就是大概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吧 你们大概注意一下 它有个按钮叫启用内容 那个启用内容一定要什么 一定按下去 所以启用内容 你如果没有按的话 它按按钮 它会没办法让你执行 因为那个程式部分 它会有封锁 因为怕说里面是有病毒 OK 因为程式不见得 全部都是安全的 那你要确认说 这个是安全的 你再把它启用内容 如果像之前有同学 忘了启用内容 按下去 奇怪 怎么出现没办法转 那没关系 你就重开 关掉重开 其中内容再按一下 那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这部分先打开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 如果我今天呢 不是用那个录制聚集 而产生的VBA程式 那我该怎么做 那待会的话呢 就会用到 VBA的部分 OK 试一下 试一下